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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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原名是文俊辉 可以叫我俊就好 俊 弟弟孙姨你几岁 我96年的 96年 所以我刚出道的时候 那个公司给我加了个前缀 是那个安静的美男子 所以这样 你是这样给我们介绍你自己吗 安静的美男子俊 没有 不是 咱俊巧了 我是安静的美少女 对标你那个安静的美少女 可以忘掉这个称号吗 你觉得你自己很帅很俊吗 救救我 救救我 勾尔是会那个 就是突然间拎出一个话题 我是灵魂拷问者 然后是那种人生 跟人生很大的那种事 比如说 比如说你会喜欢怎么样的女生 我是俄梅武术飞衣传承人陈璐瑶 有没有人能猜出来这个是什么兵器 飞镖 但其实我知道这个 这什么 俄梅刺 对 这个兵器是俄梅武术独有的兵器 俄梅刺 相传是由女子的发展演变而来的 周围老师 要不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周围老师 来吧 来吧 好近 太好了 帅 非常棒 谢谢 那我怎么感觉这个比较 有点怀疑 怎么听名字就能感觉出来 我觉得卧底现在该上班了 我觉得卧底开始营业了很明显 你现在就开始带节奏 没有没有借 借 借等一下 美少年你这种玩法很独特 我先闭嘴了 卧底怎么一早就这么开始认真营业 我真的觉得给他掌声鼓励 不错 不错 今天大家依然的是要找到店铺的同时 要找到卧底 一个卧底多获得一枚 两个卧底就获得两枚 然后卧底影响到大家投错了 整个卧底一个人获得三枚 每个人都有几个徽章 我一个都没有 真的太笨了 朋友 你看又开始秀 没错 今天七个人当中 依然有两个卧底十个会影响大家 现在是谁都怀疑 两个皮夹克 你们应该是一个搭档吧 什么 两个皮夹克 三点 一个脱掉 跟我没关系 好吧 在这里乱猜也不是个办法 我们赶紧出发吧 好不好 好好好 掏铁食客团 掏尽天下美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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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